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猎王纪上》的第十章 《猎王纪上》的第十章总共有二十九节 这一章的内容在讲 所罗门王集圣时期的国际影响 世巴女王的来访 所罗门王财富和国力的情况 我们把这一章分一下段落 我们将它分成两段 第一段是一到十三节 世巴女王来访 第二段是十四节到二十九节 所罗门王的财富和国力的情况 我们为今天所选的要节 是六节到九节 圣经这样说 世巴女王对王说 我在本国里听见论到你的事 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 我先不信那些话 急着我来亲眼见了 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 还不到一半 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 超过我所听见的风声 你的臣子 你的仆人 常势立你面前 听你智慧的话 是有福的 耶和华里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祂喜悦你 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 因为祂永远爱以色列 所以立你做王 使你秉公行义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从前面的第三章中开始读到 所罗门在神的面前求智慧获允 之后神一直赐福他的统治 圣经对他蒙福的情况 做了一系列的描述 到了第十章 针对他的智慧 财富及尊荣的描述 就达到了最高峰 在我们今天要读的第十章中 主要讲了 世巴女王的来访 以及他的统治达到最高峰时 财富及国力的状况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段 1到13节 世巴女王到访 世巴是阿拉伯半岛西南端的一个国家 大家可以参考创世纪10章28节 这个地方就是今天局势非常动荡的野门 经文中一开头就讲 世巴在当时由一位女王当政 他从遥远的1900公里以外的地方 带着陈朴大队人马的前来拜访所罗门 并在以色列历史上留下了佳话 按照经文前头的叙述 世巴女王拜访所罗门的原因 是想要试验所罗门的智慧 并且一睹他的神采和以色列国的尊容 我们相信圣经只不过记载了所发生的故事当中非常微小的一部分 我们要了解一个情况 那就是圣经在记载一些事实时 通常侧重的就是政治因素 以及人在事件当中的表现 但比较少提或者不提 当时那个时期比较深入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重要原因 但是其实有些这方面的重要资料 圣经本身就已经提供给我们了 按照以赛亚书六十章第六节 以利米书六章二十节 和以西节书二十七章二十二节 我们就知道圣经中提到四八人 通常就会讲到他们 从事于黄金 香料等其他名贵货物的经营和贸易 一般认为 他们将货物从印度 非洲等地运到以色列和叙利亚一带去销售 本章的第二节透露了 四八女王应该是用骆驼运送货物的讯息 也就指出了四八女王之所以 会来觐见所罗门的主要原因 按今天学者们的猜测 四八国原本控制着 阿拉伯西南部的港口 以及近乎于印度和东非 以及地中海的贸易航线 在所罗门还没有兴起之前 四八女王是这条贸易线上的霸主 但如今四八的荣光不在 所罗门王在希腊王的帮助下 在红海东非洲海岸 以及在印度洋的航运贸易发展 对四八的经济造成了重大的威胁 相比起来 四八女王所采用的驼队运输 很难和索罗门王的船队抗衡 因为这个重要的原因 四八女王才远道而来 要拜见索罗门王 所以现今的解经 没解到《猎王纪》上的第十章一到十三节 解经家都会同意 是把女王此番来访的目的 是为了两国的贸易关系 他想亲自的来探查 所罗门所制下的 以色列国的国力 经济 民生等各个方面的情况 在当时 所罗门的民生 对他来讲一定是如雷贯耳 但他不满足于情报和传闻 这才使他长途跋涉地来到以色列 在圣经中 可以说能与他的访问相比的 就是马太福音第二章的 从东方来朝见圣英的几个博士了 我们不能不说 对于四八女王来说 这是一个遥远的旅程 又是一个艰辛的旅程 我们不管四八女王在当日 有什么隐藏的动机 经文中记载 他是以难题来试验所罗门 难题又叫难解的话 这个词在四世纪的第十四章 被用来形容 历世僧孙为难非利式人的谜语 在古代的东方 许多的宫廷和王室中 甚至也包括中国的 都流传着智慧较量的故事 比如在约瑟福斯所写的犹太古史中 也提到所罗门和推罗王西兰 曾经鄙视智慧 有这样一个传说 相传当四八女王 觐见所罗门的时候 她为了要测试王的智慧 就在自己的左手右手中 各持同样的一朵花 但这两朵花 一朵是真的 一朵是假的 四八女王在距离王 很远的地方站着 然后问所罗门 哪个手上的花是真的 哪个手上的花是假的 据说所罗门立即就回答说 你右手上的是真的 左手上的是假的 女王甚为诧异 问所罗门是凭什么知道的 所罗门告诉他说 是蜜蜂告诉我的 因为蜜蜂只会去盯新鲜的花朵 这样的故事虽然没有被记载在圣经中 但我们相信 所罗门所回答的四八女王那些难解的话 一定都非常的精彩 经文中说 与四八女王同来的 是一个大队的商旅 很多的骆驼上 拖着阿拉伯的香料 宝石和黄金 这非常明确的显示 四八女王是想要与所罗门签订互惠的经济协议 四节和五节就讲了 四八女王在建了所罗门大有智慧 以及他的王宫一切情况之后的反应 经文说 四八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 和他所建造的公式 席上的珍修美味 群臣分裂而坐 仆人两旁势力 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 和酒证的衣服装饰 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 就诧异的神不守舍 有人告诉我们 这里所说的 他看见所罗门的一切智慧 是指所罗门在国家国理事务上 所表现出来的司法及行政方面的智慧 这里所说的建造的公式 是指所罗门王宫的木材和石料的高贵 以及在建筑上所显示出来的 做工的精细 女王也注意到 所罗门王宫当中 国宴上的食物 食物非常的丰富 都是珍修美味 另外他也注意到 所罗门臣浦们的气派 其中也包括 服务人员的服装和服务态度 女王另外注意到的细节 甚至被许可 远距离观摩 所罗门在神的殿中向神献番祭 请大家注意 第五节中 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 后面括号当中的小字是 或做 他在耶和华殿里所献的番祭 当然这并不表明 所罗门取代祭司 亲自献番祭 而是再讲一次 有着所罗门王在场的 献番祭的仪式 第五节经文的结尾形容 士巴女王诧异的神不守舍 神不守舍 也可以被翻译为 是不知所措 这显示 士巴女王被他所看见的一切 所震撼并为之着迷 正因为作者 在这里形容士巴女王时 用了相当特别的字眼 所以在后来的历史上 士巴女王与所罗门王之间 被赋予了很多的解读 有人甚至认为 他们二人之间产生了 男女之间的情愫 美国甚至还拍摄了一个影片 就叫做 所罗门和士巴女王 甚至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 人们相信 这个国家的建国者 门纳利克 其实就是士巴女王 和所罗门所生的儿子 当然这些我们听听就好 因为圣经本身 没有给我们更多的交代 接着第六节到第九节 士巴女王就向所罗门 讲出了她的感想 她承认自己起初并不信 在她国中所传闻的 关于所罗门的事 直到现在 她不仅仅相信 从前传说 所罗门的事是真的 而且人们所传讲 她的事和她的智慧 连她自己本人 所看见的一半都不够 所以六节和七节的话 非常的像约伯纪 42章第五节 我从前风闻有你 现在亲眼看见你 士巴女王特别提到说 你的臣子 你的仆人 常视力你面前 听你智慧的话 是有福的 第九节中 士巴女王的话 显得非常属灵 这等于是在 一个外邦女王的口中 向所罗门确定 神在大魏之约当中的应许 会成全和应验在所罗门身上 这些圣经说 耶和华你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他喜悦你 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 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 所以立你做王 使你秉公行义 我们在这里要注意到 士巴女王的话 虽然很属灵 但这也并不完全表明 士巴女王在这个时候 已经完全成为了 敬拜耶和华神的人 一般的观点认为 士巴女王就和后来的古列王一样 其实都是多神论者 只不过在看到以色列国王和以色列国的智慧 国力和尊容时 士巴女王能够把以色列的神 看为是高过其他民族的神 以色列的神就仿佛是统治者一样 而其他民族的神都处在被领导的位置上 还有一个细节我们也看到 我们之所以主张 士巴女王并没有完全归向耶和华 因为在这一段经文的记载中 没有显示 她曾经向耶和华神献祭 第十节接着讲到 当女王的访问快要结束时 她就将所带来的 大量的珍贵的礼物送给所罗门 这其中包括有120塔莲德的金字和宝石 以及极多的香料 其中这里所说的120塔莲德的金字 这一重量的单位相当于今天的四千公斤 作为礼尚往来 所罗门也照着士巴女王所愿所求的一切赐给她 所罗门给士巴女王的包括有两个部分 一是经文所说 女王所要所求的 另外还包括 照着所罗门王自己的后裔 馈送她的 我们要特别说明一下的是 十一节和十二节 一般人们在读起来的时候 感觉到比较突兀 觉得放在这里显得很不自然 但其实 这可能是显示着 在士巴女王 索罗门和西兰之间 已经达成了一项重要的贸易协议 这一协议的内容是显示着 士巴国许可索罗门的船只 可以使用士巴的港口 作为通往红海的入口 在这个协议基础上 索罗门 西兰以及士巴女王 就都可以得到俄斐的金字 檀香木和宝石 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贸易互惠 资源共享 因而在这样美好的国际贸易环境下 十一节十二节说 西兰的船只从俄斐运了金字来 又从俄斐运了许多台香木和宝石来 王用台香木为耶和华殿和王公做栏杆 又为歌唱个人做琴色 以后再没有这样的台香木进国来 也没有人看见过 直到如今 经文在此都在说明 索罗门时期 国家内部的政治环境 民生环境是最好的 同样那一时期 国际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商业贸易方面的环境和条件 也是最好的 而这一切都是由于索罗门所拥有的智慧 而索罗门所拥有的智慧 是由于他那时候有着敬畏神的心 所以就很自然的在这一切的方面 都通达 横通 顺利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段 十四节到二十九节 索罗门王国的财富和国力的状况 在这一段的内容中 作者简略地记载了 索罗门的财富和尊荣 他每一年的财政收入 他的党牌和盾牌 他的宝座 饮酒的器皿 海上的贸易 另外还有车马的贸易 我们最先看到的是十四节十五节 这两节所讲到的是索罗门王每一年的财政收入 他所得的金字是共有六百六十六塔连德 六百六十六塔连德 相当于今天的重量单位 和两万三千公斤 圣经提到 另外还有金字来自于商人 以及杂族的部落小王 与各地的省长官员 他们通过进贡的方式 将金字送给索罗门 而这些金字 不算在六百六十六塔连德的财政收入内 十六节到十七节 是讲到索罗门 所收到的金字的一种使用方式 他叫人将金字 垂出了两百面党牌 又制作了三百面的盾牌 索罗门制作的金党牌 他们的高度 可以将一个战士的全身覆盖 大的挡牌 重七公斤 另外的三百面盾牌 是圆形的 比较小 可以放在左臂上 重大概两公斤 专家们告诉我们 由于金字比较柔软 所以 若是做成挡牌或盾牌 牌面的后面 就需要有木头做撑架 同时 这么软的金属 也不适合用于战场 所以这些盾牌 只是供重大仪式的时候 来使用的 在国家的重要庆典时 每当王出现 都有一仗兵 拿着挡牌和盾牌 护卫在王的左右 这就显示了索罗门 有着神无上的保守 荣耀尊贵 神圣不可侵犯 这些党牌和盾牌 平时就被保存在 黎巴嫩林宫内 到所罗门死了以后 当他的儿子 罗伯安当政时 原本与以色列家 交好的 埃及法老尸杀上来 侵犯南国犹大 将这些宝贵的器物 通通从耶路撒冷卢走 这一事件 发生在罗伯安 做王的第五年 按照公元纪年 他应该是主前的 929年 或者是主前的926年 法老士沙 不单单卢走了 金党牌和金盾牌 他还卢走了 所罗门留下的一切宝物 所以后来 罗伯安只能吩咐人 打造了铜盾牌 来代替金盾牌 因为大家知道 金和铜这两种金属 在颜色上非常接近 大家可以参考 《猎王纪上》14章 25到28节 接着18节到20节 经文就描述了 所罗门那个 用金字包裹的象牙宝座 其中第19节和20节 就形容这个宝座的 美轮美奂 学者们告诉我们 宝座的主体 是用贵重的木头打造的 期间镶嵌了象牙 在没有镶嵌象牙的地方 就用金金覆盖 宝座的前面 有六级的台阶 这就意味着 宝座是在第七层的台阶上 在每一级的台阶的两边 均有一只狮子 六级加在一起 就有12个狮子 这很可能是代表着 以色列的12支派 但也有人告诉我们 狮子乃是以色列家 犹大支派的专属象征 所以这12 就表示 大魏索罗门王权的绝对性 但经文没有告诉我们 制造狮子的材料 21节告诉我们 所罗门荣华的另外一个显示 是他王宫内一切的引气 都是金字的 另外 黎巴嫩林宫内的一切器皿 也都是金金的 21节其实跟27节相对应 都是在讲 所罗门年间 国家非常富裕 所以银子根本算不得什么 27节说 王在耶路撒冷 使银子多如石头 香柏木 多如高原的桑树 国家的财政收入 金字既然那么多 银子又像石头一样普通 那做成银酒的器皿 或者其他别的日常用品 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都显示了 所罗门时期 王宫生活奢靡的程度 22节到25节 进一步的说明了 所罗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财富 并且提到了 他的财宝的补充情况 22节提到 王有大型的 他市的船队 每三年一次回到港口 这个港口是指着以寻加别 按照今天的推测 这些船只可能慢慢的 从一个港口 驶向另外一个港口 与不同的国家进行贸易 这些船队 从当时所能达到的各个地方 给所罗门带回了金 银 象牙 猿猴 以及孔雀 驾驶这些船只的 是推测王国内的 菲尼基人水手 以色列人起初 对航海并不感兴趣 但在这个时候 他们也从菲尼基人那里 学习了航海的知识 第23节的经文 又回到了 第4章34节当中 所提到的主题 由于所罗门的智慧和财富 远近闻名 所以就使得 当时普天下的猎王 都试图来求见所罗门 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 当他们前来的时候 就各代共物 经文中说 他们所带的 就是金器 银器 衣服 军械 香料 罗马 每年有一定之力 26节到28节 又告诉了我们 所罗门在国内 组建的战车马兵的队伍 他说有的是战车 1400辆 马兵有12000名 安置在屯车的城义 和伊路撒冷 这实际上是在讲述 所罗门利用所得来的财富 巩固国家的国防建设 由于整个以色列 多高山沟壑 其实多数的地方 并不适合马兵作战 所以所罗门 并没有一味的 无限量的增设战车军团 由于他很懂得做买卖 于是 他就将埃及的马和战车 运到北方去 卖给赫人的猪王 赫亚兰的猪王 所罗门做这番贸易 都是透过一种人 叫王的商人 所以经文中会提到说 是经他们的手买来 所罗门再在其中提取差价 我们从第四章一路读过来 所罗门所统治的以色列 国力富强 人民安居乐业 这会让所有的读者 尤其是以色列民 感觉到新潮澎湃 的确 这是以色列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 强大和富裕的时期 在有些个别经文的字眼的描述上 这个时期 简直就像后来的 千禧年的光景一样 但问题是 神的赐福 所带来选民的强大 一方面 让神的子民蒙福 同时 平稳 安逸 也在历练着人的心智 个人如此 一个选民的集体 也是如此 作为以色列国的一国之君 所罗门享受了 前所未有的智慧和福分 那在神 赐福如此平静 安稳的时期 他该如何 继续持守 他在神面前 智慧的心 并不断地 从神那里 蒙得更多的福分 就是他的生命的 关键了 他会在神的面前 如何持守 并做回应呢 就是我们下一章 将要看到的内容了 好的弟兄姐妹 今天 《猎王纪上》第十章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任务 请大家从 《猎王纪上》的第三章 一直到第十章 重新再来归纳 并总结一下 所罗门统治时期 整个国家的人民的 富强的情况 我们鼓励弟兄姐妹 每一天都祷告 愿慈爱的神 以他荣耀又甘甜的恩典 伴随你和我 生活和读经的每一天 我们说过 正如苦难的生命 不顺的环境 可以考验人的心 同样的 平安无欲的光景 也同样会历练人的心智 考验着 人是否持守 向着神有敬畏的心 就让我们透过 圣经当中对所罗门 所记载的那样 从他的生平当中 有所学习 让我们来牢记 一条属灵的法则和定律 无论在何时何地 无论处境 是好是坏 让我们都带着 单纯和专一的心智 向着神 神必检查 你我的生命 并按着他丰盛的 美意和作为 来赐福给我们 让我们一直来跟定他 顺服于他 全心全意的来仰望他 他也就必定 爱我们到永永远远 爱你们 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